哈喽 大家好 我是二牛 今天整只鸡哦 整一只名字听起来非常霸气的鸡 神仙鸡 这个好不好吃都站不定对不对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霸气是不是 先把那个脚都载了哦 等会儿这个鸡要腌上几个小时 才入味才好吃 先把这个脚都载了 哪个我们要留的哦 来 整的 这个老板娘今天我喊他给我烧一好把帽烧一好 结果他给我烧得这么黑 感觉仙气都没得了整的 还是把瞧瞧先给他给了 虽然没得啥子仙气了 瞧瞧还是不要的 就先加一点水 然后涂点烟进去哦 然后料酒给他来一点 生抽 然后还有老抽 然后再放点这个胡椒粉进去 然后这个香料把它放进去一起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鸡下去哦 这个腌上一个十五个小时哦 就把它放进去腌肉 待会儿半个小时左右就要翻面了 这个腌上一个十五个小时哦 这个鸡都泡了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了 我们切点葱点到下面去 要切点这个五花肉垫底 这个鸡我们腌好了 现在就把它放在这里 再把这个汤汁倒进来 我先锅盖给它盖上 你看这个原装的锅盖 就要沾油给打了 所以我们才能够配一锅 别配没得了 再配一锅 现在开始生火 这个蒸了一个多小时了 快两个小时了 这儿终于把它蒸好了 我准备起锅了 闻的还是有点香了 这个生鲜鸡都做好了 你看这条狗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吃了 但是我也想吃 但是还是要先自己尝一哈 哦 好厉苦你看 哇塞 我还可以吃这个 很香哦 它里面有五花肉哦 感觉它五花肉的香味 全部都吸到这里面 吸里面了 啊 嗯 有一张 一张 一张 香 闸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生鲜菊不仅味道拔吃 不仅明知拔吃 味道还很赞 这个 给我亲爷拉起下酒 觉得安逸的很爱一样 他觉得高兴得没魔法 他不仅觉得里面有那种 五花肉的那种肉香味 五花肉的那种肥肉的那种香味 还有骨鸡肉的那种香味 还有那种葱汁的香味 还可以有好多香味弄在一起 特别弯的 起来 来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要有点没吃够 你看 他都不吃骨头 现在只想吃肉 你看 我得看你这儿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二牛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点击下方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您将在第一时间接收到 我的频道的最新动态 我会经常给大家分享 我们农村的风景和家乡的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谢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